雖然我的標題寫的是呱呱樂的英文怎麼說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看的是一個非常扯的一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英文期讀 好這什麼故事呢 來看一下一下 1999年 沒有說很久以前 20多年前而已 Australian truck driver Bill Morgan was involved in a serious accident that left him in a coma 所以他是一個澳洲的開卡車司機 就是Bill Morgan 然後呢 他出了一個車禍 應該啦 那出了這個意外之後呢 他就不省人事了 所以He was involved in a serious accident that left him in a coma Coma這個字 就是我們講說長期的昏迷這樣子 成為一個植物人的狀態 那他比較完整的說法是comatose comatose 那通通短一點的就coma 那雖然說醫生有表達說他是根本活不下來的 不可能的 可是他卻很奇蹟的在12天後醒過來了 然後就沒事了 so even though doctor said he had no chance of living so even though就是雖然說即便 那你知道後面有但是 所以鬥年後有但是 他奇蹟般的醒過來 所以he miraculously 所以這個miracle這個字可以變成形容詞在變副詞 miraculous miraculously so he miraculously woke up after 12 days and was completely fine 結果12天後沒事 feeling lucky for having survived he went on and bought a scratch lottery ticket 所以他覺得啊 我運氣實在太好了 我竟然活下來了 我來去買個樂透吧 所以他買的都是刮刮樂的 這就是我們題目了 然後那個刮呢 這個字就是scratch scratch 他可以是刮也可以是抓 假設你身上有個地方癢癢的 你要去抓他 那那個動詞也是scratch ok so you wanna scratch an itch 所以那個癢這個字叫做itch ok 形容詞 itchy ok you need to scratch it 兩個是CH結尾 押韻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他就買了一個scratch lottery ticket 所以Lottery這個字就是樂透 ok 所以刮刮樂 刮刮樂透 he went on and bought a scratch lottery ticket 還有加個ticket 因為那是一張東西嘛 就一個票這樣子 the result he won a $17,000 car 所以結果是什麼呢 乖乖 他刮到一台17,000塊錢的車子 那說17,000會怎樣 我算起來大概就是幾十萬 你知道大概如果說澳幣的話也是乘幾十 這樣子 那當然很棒啊 可是 這個東西還不至於會上新聞 可是偏偏啊 你想一想 他是本來發生了交通以外 結果醫生通常他死掉了 死定了 結果沒想到沒死 然後還贏了呱呱樂 所以這兩個東西加在一起 就覺得有點明顯 會我們講說newsworthy ok 值得上個新聞這樣子 newsworthy so normally winning a car wouldn't have made it to the news 所以通常一台車是不會上新聞的 made it to the news if you made it to somewhere 就是你成功到達什麼地方去了 but because of Morgan's accident story Channel 9 decided to do a feature on the man 就因為他的意外的故事 所以這邊是個第九台 決定來去做一個特輯 decided to do a feature on the man who was clinically dead and came back to win the lottery 所以他們標題大概就是 這個人啊 就是 臨床上已經死亡了 可是卻活過來 然後就買了額頭 所以臨床上就是clinical 所以我們講說臨床實驗就是clinical trial clinical clinic這個字是診所 clinical不翻成診所 所以他翻譯成是臨床上的這樣 so he was clinically dead and came back to win the lottery OK 而最扯的來了 所以我們這個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還沒有到最高潮的時候 所以就在拍攝的時候 while filming 在拍的時候 那你知道他在贏得車子的那一場刮 是早就沒有了嗎 你總不好叫他再拿一張來刮 然後應該說是你把那一張已經刮完了 贏的車的那一張拿來 你已經不能把它蓋回去重刮一次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說 你就買一張新的來刮刮看吧 就做個樣子 so while filming they asked him to buy a lottery ticket so they could reenact the winning scratch 大概懂意思喔 所以他就說你再買一張你就刮刮看 那刮這個動作我們就可以來去 當成一個螢幕畫面就是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要reenact 就重演一次 ok re加上inact 這個字有三個部分 這樣 act就是行為行動 那re是再一次 in就是死發生這樣子 所以他要重新再發生一次 這個winning scratch這一個 這畫面做給我們看 然後他就說好啊 ok我再買一張 so he happily obliged 所以這裡有oblige這個字 我們好久以前講過 總之就配合啦 ok he happily obliged and started scratching the ticket on camera 所以他就買了一張新的 然後再刮刮刮 結果令大家很 很不爽的事 所以最後就覺得很屌 to everyone's dismay 所以讓大家不爽的是 為什麼好不爽呢 他竟然贏了25萬 he won a further 250,000 那這個比他贏的車還多了十倍不止 所以這個不知道該怎麼去解釋這件事情 總之他運氣實在是太好了 ok 真的是大能不死 必有後福 25萬可以買房子的 基本上 這真的是大概 如果說用美金去算的話 那真的是幾百萬的錢了這樣子 好啦 anyway 所以這是一個 應該是真的故事啊 這應該不是假的 這編都編不出來 所以人生有時候比編出來的劇 還要更新劇化 好了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